一般的這種什麼跟什麼一起吃 或怎麼樣是完全不一樣的性質 所以在國際上面 其實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進行捐獻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政治獻金法 那台灣也有非常好的政治獻金法 從今年開始 今天下面就會把所有的 捐獻的每一筆都機器可讀 也就是像試算表 CSB這樣子的方式 讓所有人都能夠做獨立的分析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個 境外的很有錢的 某個政治團體的話 你一定不會用政治獻金 來捐給候選人 你一定是用買廣告的方式 那我們在上次的選舉 也看到非常多這樣的情況 那而且這是合法的 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想到這個漏洞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已經有兩選法法 跟公主法州上 以及民間立法院 應該會在六月通過 就是把這個漏洞補起來 簡單來講 就是在競選期間 你只要是登政治廣告 只要是業配 反正就是只要有錢去還 這個訊息的出現 這個對價的行為 那它就跟政治獻金一樣 就是它必須要充分地揭露 而且只有本國人 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境外的勢力 包含入港澳的話 那這個就是有罪的 而且呢 在每一首就是 假設你是小編 你現在叫做國人館 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收了錢 那拋一些東西 那你就要揭露 上一首是誰 那上一首如果是一個公關公司 它也要揭露上一首是誰 就會跟寫寫紡織一樣 那一直到最終的 就是丟件的那個人 那它如果是境外勢力的話 那這一連串都是違法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競選期間 特別為了競選而做出來的 所謂的城市廣告法案 那這個叫美國城市廣告 廣告法案是同一個道理 那所以我們目前開始從這三級不同的防護 來去處理這個假訊息的問題 我通常第一個問題會不會來比較久 你會讓大家比較有時間按讚嗎 所以果然我們現在有三十個問題 好 有十四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要處理新興的科技 也就是例如像Uber 跟原油產業的重度 事實上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就已經曾經處理過Uber的問題 我們當時呢 是運用了一個系統叫做Polus 那Polus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AI的討論的系統 這個事實上就是當年Uber的時候 我們的討論的畫面 每個人都是一個藍色的圓圈圈 當你進來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些 就是大家都統一是事實的東西 比如說相關的法規啊 相關的資料啊等等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其他人的意見 那其他人的意見呢 可能針對相同的事實 可能我覺得Uber很棒啊 那你覺得可能Uber不怎麼樣等等 那都沒有關係 任何的意見都可以分享在這個平台上面 但是呢 當他分享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對這些意見 他可以贊成或者可以反對 那贊成的反對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慢慢就會凝擊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而這些可行方案最好的方案 就是能夠去讓最多人同意的 最多人有共識的方案 然後我們再一起去做出一個法令 來讓這個方案變成合法的 那所以它的具體的介面是這樣 就是說 你可能會看到其中一個人有一個想法 那這樣的想法之後呢 你就可以按同意 那假設你按同意 那你的位置就可能會跑到跟你比較像的人中間 那這樣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你的親朋好友對Uber這個議題 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們並不是就是面目全非的壞人 他就是你的親朋好友 只是你們吃晚餐的時候沒有討論過Uber而已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你會覺得對方是敵人 第二個是說你這樣子回答一些問題之後 也會想說 那我也提一些主意去讓別人按讚或是按不讚 那這樣子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在這個介面裡面是沒有回覆的 我們發現說只要每次交易有回應功能就會出現一大堆 就是白亂的 那但是呢我們只要沒有回覆的工人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人生攻擊 那你如果看到你不滿意的東西就跟slido一樣 你如果覺得問題不好 你也能不能攻擊某一則問題 你就只能投一則更有意思的問題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都會凝聚到一些公式來 所以我們當時在Uber的時候 其實這個圖片是我們每一次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進行討論 一定都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雖然看起來媒體都在吵一些疑似形態 可能這小數的東西 但其實大部分呢 對大部分的事情是大部分都統一的 所以在當時在2015年的時候 大家都統一的事情就包含說一定要有職業駕照 那然後一定要納稅 然後呢一定要有保險 這三個是最基本的 當然還有很多只是類似的公式 然後我們把這些公式給運營所 那運營所在經過整理之後 就把它做成所有的多元化機前車方案 所以當時就是2015年在Uber剛進入台灣的時候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凝聚成了一個新的法規命令 那這個法規命令是連 當時Uber的司機本身都是統一的 所以我要這邊特別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討論這些公式的時候 其實是連Uber的代表都有出席 那當時他就當場承諾說 好那他會扶到他手下的司機 不會再是白排的 他會取得職業駕照 因為等級證等等的這些必要的這些文件 那所以為什麼他不得不來呢 因為我們如果開過會都知道就是 如果不來的話所有事情都是不來的那個人做嘛 那所以正常的情況下他必定要出現來Defend他的立場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大家都不滿意的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這樣一個公式 所以我們目前正在扶到Uber旗下的大概幾千位司機能夠成為多元化的機程車 大概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像Uber這樣的整理 當然到後來我們就發現是我們不能針對每一個這個process都發明一套做法 所以後來呢我們就發明了一個東西叫做平台經濟的沙盒 那這個同樣也是透過這樣子討論的方式做出來一套做法 大家如果那3box onrg.tw的話就可以看到有大概上百個快要一百個了 就是像Uber這種挑戰性有法規的這樣子一些廠商或者是一些創新者在上面說 我覺得你目前的法規真的已經過時了我手上這部法規比較好 但是我們都沒有看過他手上這部法規運作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樣決定我要不要調適我的法規呢 那對一般的承擔人來講如果你是一個公務員的話 你可以花一天就可以撥回他 或者你可以花兩個禮拜就是跟你的長官啊等等溝通 然後把他這個新的法規用一個重新解釋的方法 讓他能夠去合法的放心 但我們知道公務員都很棒 而且都被報告 而且都怕獨立罪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大概都很難去放心 所以大部分都是直接撥回 但是什麼是沙盒的呢 沙盒就在這兩個中間加上第三個選項 就是說好啊那我就讓你試一年看看 然後證明給社會到底好不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他花兩個禮拜去說 那他就可以撥回法 這反而是對他來講比較少花時間 因為他如果撥回的話就要陪他晚一年 所以在Sendbox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有很多重新解釋 就是因為我們有個沙盒在後面壓著他 說那不然的話我就要陪他玩一年 我們目前有平台經濟的 有Fintech有自駕的 有無居的 有各種各樣子的沙盒 而且因為這個自駕車 不是自駕車 無人載具的這個沙盒 它是經濟部所主導 如果是江湖部主導的話 不管是飛機 船或者車子 都是不同的三級單位在主導 但是因為是經濟部技術處 所以這些東西跟他們看起來都一樣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有開一開飛起來的東西 你可以有 就是在合理航行一下 然後就上陸地的東西 你可以有這種均直起降的直升機 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不管你長得怎麼樣 不管你有沒有方向盤 當然你都可以跟經濟部技術處說 我只是要失禮你 然後我覺得這個對社會好 但是你就會有一年的時間 完全就不管你不到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必須要說服你的所在的社會說 像這個無人機送芒果 真的對華麟有幫助之類的 我胡亂講的啦 但是如果有幫助的話 那你的手上這個法規 就會在一年之後 變成我們的法規的一部分 這叫做用社會創新來 帶動法規創新 那如果一年試出來 他就是 他覺得有點疑問 我們會換一個地方 再擴大11年 那絕對不會超過兩年 你的這個法規 你可以挑戰任何部會的任何法規 你就可以變成我們的 sandbox的法規的一部分 那當然如果中間 某一個立法委員挑出來說 我想要備查轉審查 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這不是法規層級的事情 我們應該立一個專法 來處理這件事情 你知道專法是很好用的 專法 總是優於民法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立法委員挑出來說 他要立一個專法的話 那可以啊 我們就給立法委員 三年到四年的時間 去立一個專法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這個實驗 包括你這個實驗的商業模式 都還是合法的 意思就是你根本就是壟斷了 因為別人都是非法 你還是合法的嘛 那這樣子我們就用一段時間的籠斷 去換什麼呢 換叫做開放式的創新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所有收集到的數據 你所有累積到的經驗等等 如果失敗的話 我們就感謝所有人 所有人付的學費呢 下一個創新證 就可以用一個不同的方式 來進行創新 總而言之 這樣子一個沙盒的做法 就讓在Uber之後 我們有很多新興的類似平台經濟的東西 我們要說 有人叫做U-Park 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小車檔 你可以在 就是出門上班的時候 你有一個私人的停車位 就把那個車檔放在停車位上面 這樣子呢 就有人如果付錢的話 這個車檔就會降下來 然後他就可以停到你的車位 不過呢 這個你如果下班了之後呢 他最好趕快把車子開走 因為你就是很想停回來 那像這種業餘個人 單一停車位 停車場的這些事情 到底要不要比較停車場 然後做一些安檢 然後收一些營業稅 等等呢 我們就是可以透過這樣子 法規實驗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說 你知道平均一個月下來 每天都不到八個小時 這樣子租出去 那其實並不會影響到停車上的營業 所以這樣子的話 才是不也好 這樣不也好 就可以根據這種 它實際的性質 去制定法規面 也不需要在 大家都沒有第一手經驗的情況之下 去制定法規面 那目前透過沙盒的方式 就是讓我們看到原油產業 也許這個衝突是他想像出來的 也許並沒有衝突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有很多創線 能夠進入這個市場 有舒凡的朋友 問說這個 請問對這個 中北貿易現在有什麼 遠見 利多利空的消息 是不是可信 我是覺得 當然我現在不會去告訴我們名牌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現在確實是看到這個所謂的公民性證明 叫做非紅供應鏈 就是non-ray supply chain 這個東西它確實正在成形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有很多發展中國國家 它發現到說 為什麼像華為這樣子的公司 能夠幾乎是用倒貼的綁方法 去幫它做三局的建設 去幫它做這些就是相關的建設 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希望有一個 Bender Lock-In的效果 就是你鎖定到它的技術之後 你後來做四局 後來做五局 你就可能不得不 用它的建設 那甚至還有像在那個非洲聯盟的 那個沒有名的案子 就是說 幫你蓋大樓 希望說有一個可以從頭到尾 在資安上面 都跟PRC沒有關係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東西就做西蒙新風險評估 這個東西我們在大概五年前就已經做過了 就是2014年的時候 2014年的時候 大家當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很多人跑去佔領立法院 然後說就是符貌啊 什麼對電信員的衝擊啊等等 那因為那種子的關係 所以大家對於就是在四局的建制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讓PRC的設備 進入台灣有了非常多的討論 那因為這些討論 所以國安局跟NCC 在當時四局的基地台建制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principle 就是說我們因為系統性貢獻的關係 我們不允許PRC所做的東西 進入我們四局的核心 就是基地台啊等等 這些系統設備啊都不行 那為什麼呢 其實並不是因為它當時 就會被我們偵測出什麼資安的漏洞 而是說我們沒有辦法保證說 它現在說它是一家私營企業 但是它下一秒鐘會不會變成國營企業 因為PRC的一個特色 就是一個足夠大的公司裡面 都要建它的共產黨的黨支部 那它共產黨的黨支部就好像 就是厚門或特羅伊木馬一樣 它平常是不發作的 但是呢每一次只要衝突一身高 那就會忽然發作 然後去用一些非法律的手段 去把負責人換掉 我們像說我們的馬雲老師 就光榮地去做別的事情了 那所以在做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去區分 什麼是黨營的 什麼是司令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區分說 你現在看起來沒有資安的問題 但是誰知道它裡面 其實有一個時間紮爛 某一個時間的時候 它就會突然間失效 那失效之後 你就趕快要放修補城市 那也許放修補城市才是問題啊等等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去說服我們自己說 在這個就是衝突升高的時候 它會不會突然間之間就被黨 或者就被脂肪軍所接管了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當時做了這樣的系統性的評估 那當然當時台灣是就是很少人這樣做來了 台灣也有這樣做 所以現在當大家都開始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話語權 就是我們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我們當年是怎麼想的啊 所以這也是一種因果德福的概念 所以我想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在非法工業業裡面裡面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我們資安的這個水準 去跟尤其是相關的標準 透過我們剛剛講的是比較是黑名單嘛 就是說你不要讓什麼介入什麼 就是我們現在建立所謂的白名單 就是各個公務部門 技術建設部門等等自主採購 或者公共供應契約等等 又符合我們的物聯網的 就是資安檢測標準等等這些名單 那一部分是因為這可以創造我們自己的資安產業 我們在所有的這個政府的新的計畫裡面 每5%到7%都會跑去資安的部分 這都是跟資訊的部分額外的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學資安的白帽海科的話 那就可以保證說你的薪水會還不錯啊 偶爾可以跟政委或總統見見面啊等等啊 就是不會跑到那個原地的黑暗面去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建立台灣是一個Battle Harden 就是在前線然後又沒有被打船 所以這個材質應該是不錯的 這樣子一種品牌 然後讓開發中國家可以去使用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也跟美國的像OPEC 就是他們的就是國外投資的那個基金呢 現在也開始在我們的邦交國 也開始去做這樣子的部署 那我覺得往未來來看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說我們會很直接的去說 那從台灣出產的在資產上面沒有問題的 這個東西在國際上 會因為這樣的關係 會有一個品牌的標示嗎 但是我還是沒有要你買任何股票的意思 請不要把他當作理工或者是理多 有時候朋友們問說 那在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對於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都是用什麼方式來討論 或者什麼方式來做決定的 如何才能夠有效率的來解決共同的問題啊 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就是我的辦公室裡面 其實確實有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辦公室就是從每一個部位 借掉一個人組成的 那所以每一個部位當然都是有不同的價值嘛 文化部有文化部的價值 教育部有教育部的價值 通常都有通常都有的價值 內政部有的價值等等 因為如果價值一樣的話 就改成同一個部位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理論上有32個部位 我應該可以有32個的同事 但目前我們只有大概20個 所以就剛才有一些部位從來沒有陪而來啦 好比上說國防部 所以關於國防部 我就沒有什麼可以講 不過外公部有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個做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透過大家常用的一些協作的工具 這個是我自己進行證明之後 自己加的一套系統 叫做Sandstorm 就是殺劇雲 Sandst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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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說RocketChat 看起來就跟Slack一模一樣 你以為我用過Slack 他就沒有用的工具 或者跟Dropbox一模一樣的Dembrose 跟CatFolder一模一樣的Link Explorer 跟HeadMD一模一樣的SandMD 反正什麼東西流行 我們就收割進來了 那收割進來之後 它的底層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這個container的系統 所以它不會讓裡面的任何應用程式 或是有任何額外的權限 所以我們就讓資安處 不但我們的技服中心去 對它的就是Adeline Infrastructure 進行就是Penetration Test 就是侵入測試 那滲透測試 那我們也請了就是像DevCore 像是德國國際DevCom第二名的團隊來打 那他們打了六個月 然後發了三個CVE 然後就是我們覺得非常安全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上面就可以自己研發各種各樣 非常非常mission critical的系統 我們一起訂便當的系統 之類的 那就是說你不需要特別受過子安的訓練 你只要會一點點交到script 你就可以去寫這樣子的系統 就把行政院附近80塊 給你買得到的東西都拍了照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食物自然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有用的來訂這些系統 那為什麼我一定要強強食物呢 因為不管你是什麼專業領域的人 不管你有什麼樣的價值 吃好吃的東西是不會錯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是為什麼像G0D 一定是政府的黑客送 每次最大的力氣都是花在食物組上面 因為簡單來講 當你要自己聽到一個創新的想法的時候 如果你是又冷又餓 又不舒服的情況聽到 你一定覺得那是無機之談 可是如果你有很好吃的披薩 很好吃的這個東西 然後有這個很棒的飲料 然後很舒服的這個 我辦公室 在那樣子的情況下聽到 就會覺得這個東西不錯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所以就是說 卻每次稍微爭議大一點的 這個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會訂一些飲料 整個都是我們辦公室的優良和傳統 那在有這個 有食物跟有好吃的東西 好喝的東西 然後跟有很舒服的辦公室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辦公室 對不對 非常漂亮 這個是這個 就是叫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是在原海洛杉磯 就是我們經過花式對面 整天都會有一些無人車跑來跑去的一個地方 總之就是如果這個地方本身就是看起來就是很狂 那就是你想到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比較receptive 就是比較願意讓別人知道說你在做什麼 那所以 那樣的部位的朋友來加入我辦公室的時候 其實所有人的考基就是他的分數 都是他自己答 我是不會答分數的 我對他是有一個要求 就是他要work out loud 什麼叫work out loud 就是做一些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事情 用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方法來做 所以我們所有時候 這個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我們每個禮拜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像說我前兩天才剛從 芬蘭的二星際大學回來 但是不是實體 我是透過這個 就是非常虛擬的方式在那邊 然後呢透過這個360直播 轉移用能體轉什麼東西的 各種各樣的一個pipeline 然後讓所有人都能夠帶著Oculus 然後呢就進入一個觀落營的一個狀態 然後去討論這個大學的未來等等 所以既然在你的過程裡面 我們隨時任何人都可以挖 可能給其他的部位的朋友來跳 所以就算這些朋友每個都可以有不同的專業 而且有的在線上 有的不在線上 你看查清非常好用 就是這樣,亮綠燈的不然性的是問題 那就是不管他有怎麼樣子的專業 大概只要有人缺什麼東西 你就可以就是無限制的把人推進來 所以像這個專案目前已經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個人了 然後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滾動式的去讓大家覺得說 這件事情也許我也可以幫你先忙 我也可以幫你先忙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有不同專業的美容 最好解決事情的方法 就是透過吃好吃的東西 在很棒的一個空間裡面 喝好喝的飲料 然後透過鮮料的方法 慢慢就發現說 大家雖然有不同的立場 但其實有些價值是一樣的 那有些價值是一樣的時候呢 後面就好說話了 因為如果價值是一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每一個人在做的事情 反推出 它到底是為了滿足 怎麼樣子的價值而存在的 所以我們有事沒事 就辦一下共識營 所以這是我們 某一次共識營的這個便利體驗 就是說我們最重要的價值 是建立政府的密切的部門性 次制是要培養公立社會 去自己自立更生病 那麼靠政府 第三個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公務員可以早點下辦 然後等等等等 那先有這些公共的價值 外面才是我們做哪些事情 在外面才是大家看到 我們做的事情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不同立場的人的共同價值 把它Codeify 就是把它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呢 就像李毅蓮池一樣啊 大概就會常常不斷的提醒自己 那這樣子的話大概就可以 不會用本位的方式而是隨時都會 過來問說 那我們有沒有拿到我們共同的價值 所以我們的team building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做的 當然重點是常常吵架的 但是想要吵架的那個過程 好好記錄下來 並且把它放在看板上 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右側的學習 大概是這樣子 有時候我們問說 台灣人的資安實力強不強 其實是蠻強的 因為如果很弱的話 我們都坐在這邊了 我們每天事實上都碰到實際上的 就是非常多的資安上面的挑戰 那所以實際上是 資安上是在前線啊 那這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這些 第一線的資安工作者 我們在培訓的時候 都不需要用這個虛擬的題目啊 我們都可以用實戰來訓練 做一戰代訓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那我們的資安處甚至 又把我們就是每天被那樣子 往空不知道多少次的那個方式 就是用趨勢變化的方法之後 也分享給所有想要分析的資安工資 不只是本土的像趨勢啊 或者國外的任何人想要 那樣的資安處 就會分享這些東西給大家 所以這個並不是只是 台灣的人可以從這邊來加以學習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讓其他的國家知道說 就是台灣現在可以 用這樣這樣的方法打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個叫做 Automated Indicator Sharing AIS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被打了 美國就知道了 美國被打了 美國就知道了 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去 把資安商業實際發生的事件 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讓全球的白毛駭客的這個社群 能夠一起來進入來做 所以資安實力並不是只是說 我們行政院資安處 或者是我們資能安全法通過之後 做Hire的這些人的實力 事實上也包含民間的好像 Hitcom等等這些社群的實力 那我們跟白毛駭客 建立良好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果然他們就變成黑毛駭客了 有11位 那你們問說 目前有沒有證實華為的資安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能夠證明的是 它是有系統風險 而且這個系統風險是建立在 我們有相當好的證據指出 只要中國共產黨隨時喜歡 它就可以去召喚特定的人 它是一個政治上 跟公司治理上的風險 它並不是特定設備的風險 而且這個東西在五年以前 其實就已經做過評估了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難得的 不管是就是藍綠兩檔 因為我不是沒有黨紀也沒有黨派 就是不管哪一檔 你大概去問他說 A2014年的時候有什麼評估 你有什麼想法 你大概都會覺得說 對啊我們幹嘛 我們一起去把別人的東西 放到4G的基地台裡面 所以這一部分倒是 這個系統評估是已經做過了 那接下來就是從零進計畫 曝光到現在 對經歷文件有做什麼處理的保護 其實當時零進計畫曝光 就是Snowden之後 我們的國發會資管處 就已經快速的要求 這個各個政府網站都換成HTTPS 那到今年 事實上去年 大家到各個政府網站 其實都是HTTPS 只是有些評證用的是 爛爛的舊的或怎麼樣 所以如果你的Android版本比較高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網站不受信任 等等的東西 事實上我在剛加入政府的時候 就是政委自帶廠商 就是有一段時間 都要幫各個機關去解決他的評證的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解決上 現在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除了這個 就是之前在報稅的時候 被大家發現的時候 這個為什麼衛福部 會莫名其妙把某個評證 塞到大家的電腦裡面 後來我們把那個評證的車 想要讓它重新發過 那等等之中 在上面多少還是有一些 舊有的東西 就有點想伴助大家來講 但是到現在就是 新鮮的網站 或者是舊的網站的改版 那大概都是已經 HTTPS 作為最主要的一個 communication device 那當然如果是 特種的敏感資料 中間的健保 那其實所有看醫生的過程 都是除了是 HTTPS之外 還是走VPN 所以在那個VPN裡面 它等於是第二層的放過 所以應該是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如果你還看到 有任何政府網站 進而還贈HTTPS 而沒有做加密的花環 所以遲到我們知道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2020總統踏旋 我大概會支持誰 那 好 那 這是要我亮票的意思 對不對 好 我雖然沒有黨籍 也沒有黨籍 那但是 目前 因為我就是這一年多 都是在做外交工作 那我真的覺得 就是參與總統的外交做得非常好 那我到華盛頓DC的時候 跟DC的官員談 那很多官員其實 當年他還在談GATT的時候 就是還是 就是我們的貿易談判代表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接手 就是 交手過了 那都是 就是對方的 目前 我也不能講他目前之位 但是當年是跟小明明 就是坐在對面的官員說 他是 formidable 就是 就是令人敬畏的 令人敬畏的 令人敬畏的一位談判者 那所以我覺得 我們目前的 國際狀態 是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以總統 權責 就是外交跟國防 我覺得 做得非常好 那所以在這點上面 我覺得我願意給他 非常非常高的肯定 那有 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既然已經有 謠言資料庫了 請追有沒有考慮出 瀏覽器的插件 來隱藏謠言 事實上不用我們出啊 這個明顯都已經寫了 很多東西了 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大部分的人用的是 那個手持裝置 然後手持裝置上 用的是APP 那這個時候其實 並沒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透過瀏覽器的插件 來進行處理 當年大家都還是用桌面的時候 事實上明顯就有 像顯微小防手啊 等等一些 Chrome extension 我自己用的 我現在都還有在用的 跟大家分享 叫做 Newsfeed Eradicator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 那如果有空的話 真的可以就是用一下 這個有Facebook 有Firefox 應該有Safari的版本 那它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簡單 它是可以把所有Facebook上面 牆面上的謠言都打掉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把整個牆面都打掉 這是一個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眼的一個節奏 對 那所以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Facebook上面分成主動的部分 跟被動的部分 主動的部分是你要去點 你才會看到 它不像說你去看某個朋友的專頁 你去點某個直播去看 你去開某個活動 然後你去發Message給某個人 這些都是主動動作 就是你按的時候你預期看到什麼 所以你就看到什麼 但是呢 只有Message 它是一個被動的動作 就是你每次滑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看到什麼 所以這樣子一種轉蛋式 不應該叫轉蛋式 但是就是說 有這個Nundeterminism 這到底要怎麼犯 不可決定的 這樣子一種情況下 那我們在腦裡面的那個多巴胺 cycle 就會被激活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隨時進入一個上癮的這個狀態 就好像說不滑一下 好像就是手會抖這樣子的情況 可能不會一秒鐘都丟下了 但是就是會抖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是我們會隨時都 什麼東西按個讚的衝動 然後可能扣個非為的衝動 或怎麼樣的衝動 那這些衝動呢 就是Facebook 讓我們待在上面盡可能久 然後看盡可能多廣告 這樣一種既生的一種狀態 就是他的AI所做的事情 就是透過這個newsleet 讓你在上面待盡可能久的時間 然後呢 就好像是一種上癮 但是對你有沒有好處 的這樣一種情況 所以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已經被Facebook訓練成這樣了 所以我在就是演講的時候 都一開始就是要大家 用QR Code和Slide 因為這樣子的話 大家按讚的衝動 發廢文的衝動 都可以被滿足 但是注意力 都還是可以繼續停留在我演講上面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但是我自己並不受這個東西的影響 因為我裝了這個插件 裝了這個插件之後 就把整個牆面拿掉 然後就換成一句立志的格言 比如說這個是阿德勒 就是說 然後這個真正的自由 是藉由這個很強的紀律來達成的 你如果對阿德勒不是很滿意 你可以換成別人 那不是總點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對Facebook來講 對我就只有主動的部分 而沒有被動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可能上癮 因為他一開始上癮的那個機制 就已經被破壞掉了 所以我想就是 就像現在大家看網頁 有時候也會裝一些阻擋廣告 尤其阻擋看廚師廣告 等等之間的插件一樣 我覺得就是把這些被動式的部分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管他在謠言真惡會裡面還是不是 只要他是讓你被動的接受的部分 都一律擋掉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對精神衛生 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但是當然就是如果你還是希望就是 有人自動幫你澄清的話 那目前確實有一個插件 也不是行政員寫的 也叫徐熙的人寫的 是叫做美玉儀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聽過 那他確實就是用真的假的那個資料庫 所以美玉儀他就是長這樣子的一個bot 那如果你把它加進這個你的家裡的群組的話 那你的長輩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家裡沒有一個叫美玉的阿姨 他為什麼會跑到我們家裡裡面來 但是他可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隨時只要有人PO任何一句話 在你的家裡的群組裡面 然後他跟真的假的的資料庫裡面 某個已經被呈現的東西像重合 那美玉就會跳出來說 這個也是謠言 這個已經被查證 這個怎麼樣 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讓你能夠來更正你的長輩的錯誤的訊息 但是又不會讓你的長輩很沒面子 因為不是你來更正嗎 是你的阿姨來更正嗎 你看倍分高一倍 所以這比較不會有面子的問題 所以這個在某些家裡的群組裡面 是還蠻有用的 但是絕對不是行政員開發的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有些長輩在被更正了幾次之後 就會開始願意去用一些比較健康的方式 來關心家人的健康 但也有一些長輩被更正幾次之後 就決定要把這個美玉提出群組 所以就是有賺有賠啦 這個要就是自負這個風險責任 有16位朋友們想要問說這個 中共的資訊很大很兇 假新聞假訊息啦 刺虐 我覺得文庫罐很重嗎 就是我會投國民黨嘛 國民黨就是打算賣台啦 這個第一個關號沒有對齊齁 我們寫成績的這個賽不太行 好 第二個是說呢 我自己當然就是在投票的時候 其實我要兩票嘛 兩票好了 我一直都是投綠黨 但是不是民進黨的那個綠黨 是就是環境保護的那個綠黨 就是最近在歐洲議會已經拿到超過10%的席位 因為大家對氣候變形跟介能減碳都非常的關注 那台灣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那麼關注的那個綠黨 那所以 後來他們有一次跟聖民黨聯盟嘛 我就去投綠黨聖民黨聯盟 然後我的區域立委呢 在上一次也是 反正總之我就是投綠黨啦 那所以我既沒有投民進黨的習慣 也沒有投過民進黨的習慣 那至於我會不會覺得王國外很重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就是還有久了 因為一方面就是說 我們把上次就是工作法跟兩選法法的很多Bug都已經修好了 我們的修正案都已經送在立法院有些還已經通過了 那我覺得是蠻好的 其實上次的工作法真的有一個很嚴重的法 我不是只是說大排長龍那件事情 我講的是說我們兩選法法裡面有說 我們在選舉的當天是不可以宣傳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件事情嘛 對 就是任何候選人都不能在當天去造試 你也不能夠偷日以途讓他當最後不當選的東西 但是公投法忘記寫這一條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在公投當天去宣傳公投 發小卡片什麼 全部都是合法的 那又有一些縣市場候選人 他同時是公投的領選人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競選就是他的那個公投的競選 就是合法的 但是他對手是不能競選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漏洞 那這個漏洞 我們在這次的修正案裡面也試著就是把它修正 就是反正至少放到我們行政院的版本 那至於立法院什麼時候到底要通過公投修正案 說真的不是在我的控制範圍裡面 但是我們確實是希望就是上次就是遺到的這些Bug 大概都可以用這次的公投修正案 所以他能跟良學爸爸修正案 把他有一定程度的彌補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還好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可以 比較多花一些時間跟障礙人的相處 然後我覺得像我自己的阿嬤 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然後當時他的教會也是發很多小卡片給他 那但是因為我這個每兩個禮拜一定都會去陪他聊天 一起吃到餐講話 然後那個就算我回不去也會打電話等等 這就是我跟他的這個關係相當良好 那所以他就兩邊的說法都聽了 那兩邊說法都聽了之後 他最後走進那個公投的投票所 他就一張票都沒有投 他就只去投人 就沒有投公投 所以也讓排隊的狀況稍微減化了一些 就是 對 但是他考慮過之後 所以做出這樣子一個選擇 因為他發現他的教友們所講的那個婚姻 就是結陰就是儀式婚的部分 跟我講的這個結婚就是等結婚的部分 兩個好像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他就決定說這個公投沒有辦法很好的反映出他的概念 當然到最後我們在七四八四實行法的時候 發明出一個獨步全球 叫做結婚不介意 這樣子的一種這個新的發解思學 但是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們就可以輸出給日本 說不定哪天新加坡都可以來試用這樣子一套 但是無論如何我要講的是說 只要你跟你的長輩有足夠好的 這樣子面對面一起吃飯能不能溝通 那其實我覺得網路感就不會那麼重 而且就會覺得說 事實上就是 就不要讓長輩數在中年線上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十次的客人問說 如何看待有處理中石集團 這個聲稱我監控臉書 其實中石人很厲害 他是把頭髮跟社群有時候都租出去 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媒體 然後他事實上是 我覺得中石裡面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在做新聞工作 但是中石裡面也有一些人 他就是專門把他的頭髮 或者社群做出去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好像沒有辦法把中石集團 當作單一的這個對象來看待 那所以大家可能記得說 他們曾經用整大畫報的方式 來營設我監控臉書 那但是第一個是說 就是第一個當然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我對介入任何的版物啊 或者帳物啊什麼的 完全都沒有任何興趣 但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說 他們這些專稿 或者這些集息新聞 在發的時候 其實常常上面掛的那個記者的名字 是否都跑來跟我說 他沒有寫這篇稿子 那所以就是這種新聞工作 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情況 對然後那當然 國安群在這間的訂正會上面 也就是並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就是說有某些媒體的社群 是用類似的方法在處理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當然等到 我們的公讀法跟選法法 如果真的能夠在第一月三度通過之後 那所有這些媒體如果有所對價 然後在競選期間去做類似的操作 那這些東西就會變成非法的 那變成非法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用有盡可供的方法 去用正當的司法程序去提出我們的施政 那在他還是合法的時候 我們並不能去做任何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他並沒有敢遇到選舉 所以我現在只能說 那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台灣的新聞自由法 那但是當他敢遇到選舉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那一些 兩選法的工作法就會出來 那有一位朋友問我說 是不是我願意為了這個中華民國 來奮身碎骨啊 我想這個是這個其他人的專長 並不是我的專長 但他都知道我是無政府主義者 我是並不願意為了任何特定的國家或政府 來奮身碎骨的 事實上對我來講 就是最好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社會部門就是各位 能夠做越來越多政府的事情 所謂臨時政府就是這個意思 政府需要做越來越少的事情 到某一天就不需要有政府的存在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會希望這種友善而下的這種 縱向的這個叫做RT power 就是階層式的權利 我會希望這個東西 分身碎骨 然後變成橫向式的權利 那這個是我的就是政治哲學 所以我當然不會為了這種 就是縱向的這種東西去分身碎骨 不管它叫中華民國 還是叫天王國 還是叫什麼國 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剩下三分鐘 有實際會部門問說 如何防範電視台去收取經費 去製作專題或新聞 就是說這個要看它的實質的判定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專題 它到底是看起來就是想要讓人當選 或者不當選 那這個是在司法這邊來判斷的 我們並不會讓行政來判斷 因為行政來判斷 大家都會知道行政官員 他會有兩重身份 一方面他要執行總統的政見 但是二方面在選舉的時候 他又必須要來進行一些判斷 可是這些判斷你怎麼知道 他是因為他是就是總統做任命的官員 所以他像是這個想要連任的總統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在行政上面做判斷 無論如何 即使在總理都一定會被攻擊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包括我們現在提到立法院的一些草案 都是說在就是政治廣告上面 到底判斷什麼東西是不是廣告 什麼東西是不是許假等等 我們都是交給司法院來判斷 那目前我們的版本是希望 就是應該是北院吧 就是台北地方法院 去有一個專門的小組 在選舉七天 就是投票日前六十天 輪掉的一堆這個死犯院的朋友們 來幫忙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去做出這樣子的判斷 那當然我們想也知道 死犯院抵抗的很嚴重 他們覺得說他們都被爆肝 但是他們的公信裡說真的 比我們行政院好一些 所以我們目前還是希望上來 讓他們爆肝一下 那但是就是無奈如何立法院 到最後會聽我們的版本 還是聽這個司法院的這個 就是反對意見這個 說真的我們不知道了 但是希望到最後 就是讓選辦法 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即時的讓司法權來做出裁定 不會什麼東西都落到行政圈 這邊因為像我說的 這個其實不太為人當 那最後有15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國際媒體對於 特性政治人物的生命行為 大量播送 我們除了提供自己的判斷能力 政府能夠做什麼什麼地方 可以查詢 該政治人物實質做了哪些事情 當然是有的 其實也有一個據定例 叫做投票指南 那你就可以實際的去看到 就是 當然上次是縣市議員縣市長 但是在立委投票的時候 也會有的 他們的我們叫做政治履歷 那這個事實上是非常多人看 那不管是縣市長也好 縣市議員也好 他當年這個承諾了什麼 他的證件是什麼 或者是他之前當議員 或者是 這個排序是隨機的 他剛好拍到第一個 然後 之前他曾經提過哪些議案 他所有的表決記錄 個人財產申報 所有這些東西 基本資料 他的競選證件 發條修正案等等 全部都會在這上面一覽無遺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網站是蠻好用的 但是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相當非常多人來看了這個網站 那雖然最後投票結果出來 就是這個網站 加政的站長 就是張明覺得自己是反指標 所以一段時間有點延遲 但是 我們還是鼓勵他 繼續為了下次的選舉 繼續開發這樣子的網站 所以我們歡迎大家 把投票指南這個網站 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只要在選前有足夠多的時間 按照他實際 之前所做過的事情 來進行討論 甚至來進行詢問 因為像沃草也會做一些給問嗎 等等這些活動 那我們才有比較多的這個正評時 去決定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支持特定的候選人 或者是特定的政見 好 那你想趕快一個小時就請站到這邊 謝謝大家